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电磁炉 这个电磁炉现在它的故障是E4 我们看风扇是转的 显示E4 不加热 它的型号是双环火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看一下内部构造 以及是什么元件损坏了 好把它打开了 因为有一个螺丝歇不下来 所以呢我把它这样拧开了 也是可以的 首先这边是触摸按键 都是这种弹簧的 有相应的指示灯 另外呢这个位置是一个运行的指示灯 这是数码管 这段是相应的功能指示灯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电机是旋转的 具体的是干什么用的 我现在还不太了解 这是有一个双风扇 这是它的线圈盘 这边就是它的主板了 内部呢因为有很多蟑螂 所以呢内部有蟑螂屎 这段就是低压电源了 这是它的低压电源芯片 低压电源芯片的型号是TH208 这是它的开挂变压器 这是主控芯片 这个就是它的滤波电容 这里还有两个小的三级管 应该是有一个降压到5伏的 总之呢它的低压电源是一个输出18伏 给驱动电路进行供电的 还有呢是输出5伏给主控和我们前边的 触摸按键板供电的 这个下边是整流桥 这个呢就是电磁炉常用的输入的大电杆 这个是电源输入的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个是输入的300伏滤波电容 这个是斜阵电容 另外呢它还有两个积电器 用来分别控制内外两个线圈盘 九阳电磁炉低压保护电路损坏会显示一次 这个九阳牌的高低压保护电路呢 主要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一兆的 一个是两兆的 一般是这个一兆的电阻损坏 好下面我们把这个线路板打开 看一下背面 另外在线圈盘的中间位置 这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后边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是接在这两个插座上的 组织在25摄氏度的时候 一般组织是100K 线路板的这段只有几个小的贴片电阻 后边还是很干净的 这个就是IGBT 接下来我们测量一下 低压保护电阻是否损坏 也就是这个 中黑黑黄是一兆的 我们看 组织是无穷大 好我们把它卸下来 电阻拆下来了 我们测量一下 先对一下标笔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电阻 我们看确实开路了 找了一个2瓦 一兆的 我们测量一下 一兆 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 我换的呢 就是这个一兆的电阻 它是接这个硬件的 这段呢 接的是我们220伏交流输入端 输入的一个二级管 然后二级管的负级 也就是输入电压检测电路 好 下面我们把外壳上上测试一下 我们插电测试一下 打开 1600了 没有问题了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